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的扣球在当今排坛已经少见 路易斯的职业生涯战果辉煌 一共获得了八次世锦赛 世界杯和奥运会的冠军 尤其是古巴女排在1992年 1996年和2000年 斩获了史无前例的奥运会女排三连冠 这是过去从未有过的高度 在当今群雄歌剧的时代 也难有球队做到奥运三冠王 古巴女排的奥运会夺冠之旅一次比一次艰难 巴赛罗纳奥运会还是比较轻松手关到手 到了亚特兰大奥运会小组赛上古巴队 先后不敌巴西和俄罗斯 好在淘汰赛复仇巴西队 决赛3比1逆转中国女排 成功未免奥运女排冠军 悉尼奥运会小组赛不敌俄罗斯 决赛让二追三翻盘 复仇对手实现三连冠维 路易斯还获得了1994年和1998年世锦赛冠军 特别是1998年世锦赛路易斯作为老将替补登场 4号为高点强攻在决赛中给予中国女排致命一击 1989年 1991年和1995年 还获得了三次世界杯冠军 世界杯是路易斯最拿得出手的大赛 他获得了1989年和1995年的世界杯MVP 遗憾1999年因伤缺震 尽管无妨古巴女排 未免世界杯冠军 但是路易斯错失了第九个世界冠军的良机 路易斯还拥有1993年和2000年世界女排大奖赛冠军头衔 同时也是1983年 1987年 1991年和1995年 四次泛美运动员冠军 路易斯是中国女排的苦主 从郎庭时代到岁月时代 特别是1989年 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 前后11年给予了中国女排不小的压力 1985年世界杯是郎庭的收官之作 路易斯和郎庭隔网而立在决赛中大战一场 1986年路易斯仍在世锦赛 未能带领古巴女排 闯过中国女排这一关屈居亚军 1989年才开始翻身 巴塞罗纳 亚特兰大和悉尼三个奥运周期上 除了1990年世锦赛冠军旁落 好取所有大赛冠军 中国女排只是在1996年奥运会和1998年世锦赛 获得两次亚军 被古巴女排压制了11年 2001年开始黄金以代全面崛起 古巴女排路易斯 贝尔 特斯塔等人退役之后 逐步走下坡路 路易斯如今入职国际台联 也是世界排台的要职 一生都离不开排球这项运动 太多的冠军让其古巴十家运动员当之无愧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